大家好,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尼铁下课吧 国足西败央视名嘴,罕进报仇 自以如丁用人,找干嘛去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昨天晚上国足进行了一场交流大战 那就是强敌沙特队的生死对决 最终国足遗憾的有比三 虚掉了比赛 那么其实对于本场比赛 球轮的表现 球迷们大部分可以接受 因为国足 打驱了金气神 没有驱信了 大溃败 欧起了国足在本场比赛 非常有机会 马下胜利 但是最终遗憾取球 确实让球迷们 非常的痛心 那么说到本场比赛最大的问题 很多球迷都将矛头指向了 国足的局帅尼铁 比赛结束之后 大批球迷 永迅到尼铁的各种视角媒体下面进行留言 高喊尼铁请下课 说明尼铁的排兵不正 遭受了球迷的广泛质疑 而且在比赛中 当尼铁进行换人调整 派上洛果夫之后 那么洛果夫很快就完成了进球 那么这个时候 央视的解说嘉宾 直接了非常罕见的 这个动了真情 愤怒的说了 找干嘛去了 说明了 不管是球迷 还是川内的名嘴 对于尼铁指道的 排兵不正都感到疑惑 因为从场上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 国足的几位规划球连 整体实力确实强于本土球连 如果说国足想要暴能取胜 为什么不重用这些规划球连呢 以他们的体能甚至可以打满船场 为什么上半场雪藏了 洛果夫等球连呢 那么阿兰 洛果夫 这些球连呢 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为什么尼铁 只给他们胆战了上场时间呢 确实 这个尼铁的余定用人 引发了大家的广泛质疑 我个人认为啊 尼铁铁这样的排兵不正啊 可能是相关部门进行营救之后的结果 也许并不是尼铁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主要意图是这么的 我觉得了 可能还是希望以国内本土球连为主 希望啊 进一步的通过规划球连的能量 带动本土球连的能力 但是 可能尼铁教练组啊 没有考虑一个问题 在这么关键的比赛中 既然我们这个花大价钱 清约了这么多的规划球连 在关键时刻 不使用规划球连 那清约这些规划球连是干什么用的呢 如果说想提升本土球连的实力 可以通过平时的训练 或者说热身比赛来进行磨练 在国际大赛上面去培养本土球连 可能会导致本末倒置 因此啊 这个尼铁教练组啊 应该深刻的反思这个问题 清约规划球连 就是想利用他们优秀的能力啊 帮助国主取胜 并不是说在国际大赛上面啊 去担任本土球连 因此啊 对于规划球连的使用啊 国主教练组应该要更大胆一些 不要拘离小节 也不要害怕外界的舆论 还有一部分球连认为啊 可能尼铁会担心的 如果说 全部依靠规划队软取胜的话 那么也许啊 国族会再一次遭受球迷的嘲笑 其实我个人认为 并不会这样 因为国族本土球连实力过弱 才会引进规划球连 采用规划球连的目的 就是希望规划球连能帮助国族取胜 利用规划球连取胜 这应该是 其理之中的事情 因为你不用规划球连 你无法取胜 那么因此啊 对于本场比赛的思量 尼铁教练组啊 应该深刻的反思 否则的话呢 这个球迷的自以声 呐喊声呢 是无法停息的 大家如何看待 尼铁的指教风格和指教能力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准备 准备 分享